Hello 大家好 珠妻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马蹄糕 希望大家试过吃过这个马蹄糕步步高升 马蹄糕就一定要用新鲜的马蹄 那用什么方法才煎得更加香口呢? 材料很简单 有新鲜马蹄去皮切粒 跟着还有马蹄粉 再加水和片糖 好了 开始了 首先我们要230克的马蹄粉 跟着就加270克的室温水 我将马蹄粉和水混合在一起 直到溶解 接着我就会用鞋去拆掉多余物质 这个马蹄浆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放在一边等待用 年糕之中 马蹄糕是最容易做的 你只需要控制到对的份量 和选择新鲜的马蹄 这个马蹄糕我就会大概用225克的新鲜马蹄 如果看到这些坏的马蹄就不要用 因为它会分分钟影响到你马蹄糕的味道 选择这些就漂亮了 接着我们将新鲜马蹄切头切尾再去买皮 去皮之后我们把它切开一半 接着就再拍碎它 这个方法就比较容易和方便 待会切碎粒的 切好马蹄之后 我们就要煮1100克的热水了 看到水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455克的片糖了 等到糖溶完 水又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上刚才切好了碎粒的马蹄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 我们就拿回刚才准备好的马蹄漿出来 再搅拌一下它 搅到它好像有些水溶的感觉 就可以倒入马蹄糖水 接着这个步骤 你会看到我会慢慢倒入马蹄漿的时候 我仍会很快把马蹄糖水搅拌 不停搅拌到它变成一个糊状 好 终于完成了 我们就跟手把它倒入高深的玻璃瓶上 你是不需要倒满它 留下虚位 然后就把它扫平 留下虚位是方便一会 蒸好之后把它倒出来 然后扫平它是因为会更好 不需要更好 滚水下 大火蒸它20-23分钟 是不是很简单呢 很快就蒸好了 接着我们放冰它 才拿出来 小小力按住它来扫平四边 这样就倒出来 摊凉了倒出来之后 可以放进另一个盘 然后放进冰箱 要吃的时候才拿出来煎或者蒸 每个人吃法都不一样 有些就喜欢煎 有些就喜欢蒸 有些就喜欢蒸 等一下我就和大家分享 怎样才煎得更加香口 看起来都很蒸形通透 刚才摊凉了 就容易切些 我就会选择把它切成四方形 容易煎些 之前我们说过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马蹄糕煎得香口 焦边得来有点脆脆的感觉 大家不妨把马蹄糕煎之前 放少少骨豉粉 煎出来 口感会比较香脆的 可以吃的 下油之后 按慢火煎 慢慢煎 不急的 转会煎到金黄色 你覺得怎樣呢? 我就覺得它煎得挺漂亮 煎好了 這就是珠絲拉荷蓮馬蹄糕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你繼續喜歡我們的影片 繼續follow我們和你的朋友一起share OK! Bye Bye!